好 欢迎收看雅虎TV 2024 美国大选开票特别节目 我是谭佳鲁 我是陈凤馨 这一次美国大选的开票 会不会出现川普2.0 这是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的 究竟美国会出现第一个 回国选总统 还选上的美国总统 还是会出现第一位女总统 其实现在的态势 已经是越来越明朗了 我们今天当然邀请了三位来宾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来宾 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 当然不纯粹是 这一次整个大选的过程 因为这个时候是开票 我想大家最希望知道的是 到底谁会入主白宫 到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看到这一张图 你只要看到深红色的 是媒体已经将它归为由川普 取得了选举人票 那深蓝色的部分呢 是媒体已经将它认定 是由贺锦丽取得的选举人票的州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红彤彤的一片 不过要知道说 中西部的人口比例相对比较少 所以虽然州非常的多 但选举人票数呢 不一定是等同相同的 不过我们要观察的呢 到目前为止这个图 长得跟2016年的图示 几乎一模一样 现在我们要观察呢 有七个摇摆州 分别是在北边呢 有宾州 碧西根州 以及威斯康辛州 在南边呢 有北卡罗纳州 还有包括了就是 这个乔治亚州 以及亚历萨纳州 跟内华达州 我相信大家很关心说 现在到底谁领先 因为呢 谁在这七个州当中 能够拿到过半以上的 这个选举人票的话 就注定他要入土白宫了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的 开票来看呢 内华达州现在是 开票速度最慢的 因为他应该是到 12点的时候呢 才结束了投票 但是呢 其他的六个州 大家刚刚看到的是 包括了北边的 蓝墙三州 也就是包括了 宾州 米西根州跟威斯康辛州 都是川普领先的 我想这个给了民主党 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按照 美国的地理位置 将蓝墙三州放在上面 大家就很快的能够知道 宾州也是川普领先 密西根州也是川普领先 威斯康辛州 也是川普领先 本来在民调上面呢 贺锦利在密西根州 在威斯康辛州 赢的次数还比较多 没想到到目前为止 开票到现在 大概开了七成左右了 都是川普领先 那么在阳光带的四个州呢 内华达州还没有任何的票数 开出来 可是在北卡罗赖拿州呢 他已经是有媒体 将他归为是川普了 认为川普已经拿下了 北卡的16张选举人票 而乔治亚跟亚利桑那 还在胶着当中 乔治亚川普领先的比较多 亚利桑那呢 双方近乎平手 不过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川普拿下了 北卡 乔治亚 内华达 如果再加上宾州的话 他就应该可以宣布当选了 所以到目前我们看到 川普已经拿到的是 230张的选举人票 那么过半是270张 他插的这40张 恐怕最重要的就是 要看这六个州 到底开票的结果是如何 那么这个贺锦丽呢 目前拿下来的是 209张选举人票 在胜出的州的数字来看的话呢 川普是27个州 而贺锦丽领先的是 取得的是17个州 那么很重要的是 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在普选票当中 川普是领先的 川普现在呢 得到的选票是6149万 而贺锦丽到目前为止是 5720万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这会是川普三次挑战总统 第一次在普选票当中 有可能会赢得这个选举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 翁老师到目前为止 看来川普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 而这个开票的状态 你觉得对于美国政治来讲 产生了多大的冲击影响 是 其实在开票之前 大家觉得选情很胶着 可是开票之后呢 大家看到的情况 好像跟预期有一点点的落差 尤其在7个关键摇摆州 好像目前看起来 共和党的声势确实是很高 模仿程度它反映出来的是 美国选民现在对于执政的 拜登政府 民主党政府 所提出来的很多政策 特别是经济政策 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政府 在过去这四年当中 当然尽力地强调拜登经济学 可是inflation rate 持续地让人民有感地居高不下 再加上尤其在最近 最新公布的 最近这一个月的失业率 居然来到了4.1的失业率 等于是给贺锦丽在最后时间 来了一句重拳 让百姓对于所谓的经济表现方面 感觉起来更加的失落 更加的失望 再加上贺锦丽在整个选战的过程当中 选战的策略过于的单调 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川普 这确实是有一些选票的 可是反川普之后 还是要强调为什么要投给自己 我想在现在这个选举 开到目前看来 川普虽然他是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具有冲突性 可是喜欢他的人很喜欢吃铁票 那不喜欢他的人 基本上有没有真的转换到贺锦丽这边 现在的选票看起来 好像并不是这么完全的转移 美国的民主政治走到现在 我觉得在这次的大选当中 目前发展下去 这个选举结果 可能确实我们要重新思考 怎么来看待美国 那美国自己的选民 恐怕也必须会面临到一些挑战 尤其是川普总统 他在选战过程当中 所提出来的一些论述 包括了族群的议题 包括了甚至有司法的问题 接下来这四年 如果选战的选情不变 按照这样的发展情况的话 美国的民主恐怕会进入到一个 比较混乱的时期 你所谓的比较混乱是指政党对立 还是包括了就是因为川普这个人的特性 然后使得那个政情上面会变得更加混乱 政党对立这件事情 如果要跟川普化来比较的话 川普化比两极化还要更加的恐怖 两极化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两党 我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政治立场我不跟你合作 不妥协 这已经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很大问题 可是川普化遇到的状况是 川普化的情况是川普说的就是事实 跟真实的事件 跟真实的所谓的truth 不需要是一致的 只要川普想要做到的事情 想要力挺的人 他可以随意的编造一些故事 这个对于未来的共和党 是不是还能够保持 所谓的共和党的传统价值 恐怕在川普执政之下 共和党也会出现一些挑战 包括共和党的一些理性的声音 你看这一次 包括了这个Liz Cheney 就遇到了挑战了 那如果说又发生 总统是川普入主白宫 然后参众两院又都是共和党 那就代表着Unified Government 那就川普化的情况会更加的加剧 川普的影响力跟势力会更大 你可以想象的是西瓜靠大边 连国会当中的共和党的很多的议员 尤其川普曾经站台力挺的 可能就真的变成了川普的小弟 所以我会说川普化比两极化 还要更加的令人担心 这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部分 所以刚刚提到的 就是川普化这件事情 看的不只是总统大选 因为总统大选 比较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不但川普在六个关键州 全部都领先 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州 那么媒体认为 川普已经拿下了就是北卡 很重要的是在参议院的选举 现在共和党当选的席次 已经51席了 也就是过半了 所以川议院注定 已经是由共和党主导了 而在众议院的部分 在选前的民调认为 民主党取得过半的几率比较高 到目前为止 因为现在开票还在进行当中 共和党在众议院也是领先的 他取得了177席 而民主党现在是138席 过半是218席 所以如果共和党再拿下41席的话 他就连众议院都拿下了 所以我这边请教一下 这个雷倩 因为这一次 其实刚刚欧老师讲的一个重点 民主党打的重点就是反川普 川普是一个很烂的人 一天到晚说谎 就不断地去批评川普 可是如果目前的趋势下去的话 他非常有可能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反川普本身不足以让自己赢 然后他会造成的结果是 他不但取得了选举人票 有可能会过半 他就连普选票都可能赢民主党 这个对民主党来讲是重伤 再加上国会 可能共和党都拿下 你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政治上面 呈现出来的意义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先用后视镜来复盘一下 过去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看2016到2020 川普在2020年输在哪里 第一个反川普 那个时候打得非常有效 几个进步议题都打得非常有效 但是他最后真正输 其实是大量地对于新冠处理 不放心认为错误的选民 反过来反手支持了拜登 所以新冠是2020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特殊的因素拿掉的话 他原来的确是有可能在2016年以后 2020年继续胜选 因为我们最后看到剩下的那几个percent 输赢最大的就是对于COVID处理不满的人 那个地方动得最多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就是从2016年开始 对于这个非比寻常的候选人 我刚刚讲我很同意 温老师讲这个候选人是你没有见过的 他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候选人 他在所有的表现中间 很多都是跟传统你认为共和党的基本价值 和他基本群众是脱钩的 就像我们常常在台湾会用说 你的头跟身体是分开来讲 他是一个红的身体上面一个奇怪的头 那所以在2016年这么奇怪的一个候选人 在2020年有人挑战他 到2024年党内还有人认为 他不是一个好的候选人的情况 是这样 为什么最后选举结果是这样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结构因素是 我们这次在看到的是 不管你是谁站在共和党前面 站在上面 川普所呼召出来的是那个传统的美国 正在跟现在所谓的进步的美国 那些进步价值的美国 产生了一种对抗 所以你会看到在最后几天 那些出来帮他站台的那些年轻人就说 我们希望美国回到我们原来的样子 回到我们传统美国的价值 所以你开始看到一个 真正非常大的价值分裂 民主是人民选领袖 国家选方向 可是这个方向呢 我在这个川普的身上 我觉得是 Despite of Trump 就是他们在选的那个价值里面 不管是谁站在那边 他们在现在所坚持的价值 跟民主党所挑的价值有点差别 所以我拿2020年来再复盘一下 从2020年到现在 你有一个2008的次贷风暴没有解决 你有一个2017年川普的大减税 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公 差距越来越大 到那时候也没有解决 好 这两个东西呢 因为有了新冠 所以2020到2024年 用大量的发行美债 或者是发行那个FED 尽量大量印钞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所有的问题 其实是往下压到了一般选民的身上的 他知道他的鸡蛋贵了 他知道他的汽油贵了 他知道他找不到好的工作 他知道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现在美国最有钱的1% 可以有将近美国50%到60%的财富 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过得并不好 那个美国梦已经越来越消失 更何况不要忘了次贷风暴 有多少人被赶出家门 成为游民 所以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一直就是盖着 呼着 所以到了现在呢 难怪你会有一个反的风潮 就是说We need change 往哪里改还不确定 虽然他们会认为 川普是对富人有利 但是要求改变的这个心是一定在的 所以整个选举 你都听不到什么经济的讨论 但是经济的讨论到最后 你会发现是很多人在每一次选举中间 最后衡量的一个关键 因为他不是在衡量经济 他在衡量说我过得好不好 我有没有过得比以前好 我对未来有没有指望 贺锦丽答应了25000块钱的购物贷款 答应了6000块钱的就学补助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现在的这个结果 那些所谓的进步价值 他们挑的呢 无论是堕胎 移民 或者是城市治安这些东西 在所有的议题里面 在上一次2020年的复盘里头 认为它极为重要 是最重要的是3%到4% 所以他们挑了一个比较少人认为最重要 因为每个议题不一定都会动选票 动选票的那个议题呢 是3% 4%以外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赞成共和党的立场 最后的选举赞成共和党的立场是81 87 89% 所以说他们选的题目在最后一年打的 最后一个月所打的呢 其实是精英的议题 是精英跟一大群的其他的共和党的反对者 加上了一些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的这个组合 最后被美国的传统的选民 传统的价值 整个的那种大舰队呢 做了一个直接的对抗 现在我们看到的开票结果恐怕就是这样 而且你其实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的时间 而且我管过很多年的民调 对 陈英之明叫非常的熟悉 你刚刚在提的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简化成为就是一句话 是现在精英政治跟底层脱节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了 所呈现出来的面貌 所以他们以为核心的要点 重心点是放在川普身上 但事实上重心点并不是川普 重心点就是那一个精英跟底层的脱节 很重要的是你去看民主党 他的选民里面有很多很高阶层的 也有很多很基层的 共和党呢是很多中产阶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美国 他们所着重的价值 跟他们所在乎的议题会有所不同 好 所以这里面呢 当然呈现出来的面貌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刚刚雷倩特别提到说 那么经济因素 他说从2008年金融海啸 其实我必须说他到现在 没有真正解决根本的问题 然后呢再到这个2017年的大减税 所产生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其实那是川普任内所造下来的 但是呢再到了2020年的 当时2020 2021的这种大撒币 所形成的那个财富差距的问题 他就形成了现在一个很特殊的面貌 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 他根据经济的指标 然后来决定到底谁会当选 如果经济指标好 那么现任者有利 如果经济指标不好 对于挑战者有利 在这一次的选前 他告诉大家说 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是好的 所以何景丽应该会当选 可是结果现在的情况 反而凸显出来是 那个经济指标 跟庶民老百姓的生活大脱节 因为平均值跟个人不一样 所以不会产生这么剧烈的差距 对不对 所以刘老师 我们很快的也让大家知道一下 到目前为止 那么在七个摇摆州当中 目前的开票现状 那么宾州 密西根州 还有威斯康辛州 乔治亚州 北卡 还有亚利桑那州 这六个州都是川普领先 而且北卡已经是媒体认定了 是川普领 川普已经拿下了这个州 16张的选票 大家很快的会从我们画面上面 看到说现在在宾州 目前川普领先的程度 我们很快的让大家知道一下 川普现在领先大概是2.8个百分点 而在密西根州 川普领先了6个百分点 这点让我有点意外 那么威斯康辛州 领先的 川普领先的是3.8个百分点 在乔治亚州 川普领先的是2.3个百分点 那么亚利桑那州 双方其实很接近 那么川普只有领先 0.8个百分点 好 所以今天请教一下刘老师 这个对于政党政治 其实冲击是非常大的 那么民主党内应该会有检讨 可是民主党内的检讨 他会检讨那个基因政治 是跟底层的脱节 还是最后他可能把所有的检讨 集中在贺锦丽的身上 当然我就不想到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看一下 《纽约时报》曾经有一篇文章在讲 那讲的基本上 它是民主党 它所代表的自由主义 现在慢慢的 就是推的没气了 你知道吗 比如说自由主义 讲到说民主党是大政府 他们的政府支出安全网 结果后来造成物价的推高 然后民主党讲的是 这个绿色的政治 这个绿色就是环保 所以你停发了很多 这个钻邮警的license 那结果呢 结果造成油价格上来 然后你对于边界的政策 移民政策 你非常的宽容 就造成很多非法的移民进来 所以《纽约时报》曾经就报道说 就算贺锦丽赢了 你的整个自由主义的这个气 推不动 这个推不动 那就是等于就是 刚刚雷先讲的 这个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 那你说这个上面的价值跟底层的 有什么差别呢 比如说很多经济学家讲说 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数字又降低 可是通货膨胀数字降低 老百姓说物价高 对不对 你讲的是inflation rate 我在乎的是物价 那物价我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有个脱节 好 那其实呢 大家就开始 你说 就是说到底谁要找战犯 对不对 找战犯那么我们看到 这民主党内部人找战犯 有人就说 你拜登退的太慢 但是现在明摆着 现在看得出来的战犯 就是贺锦丽自己嘛 因为贺锦丽呢 他是 你可以看到 他是整个制度把他推上来 他并不是在党内 过五万斩六万 整个出来 他的政策的辩护 他的论述的能力都不行 然后事实上 民主党那边 也给安排了很多的机会 让记者专访 结果每一个专访都没讲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 他光是讲他就是反川普 他代表他进步 可是他的美国人要的是改变 然后你 现在你跟拜登走这么近 所以他到最后 你们看到他在竞选最后的时间 他说我跟拜登不一样 很多助选活动 叫拜登你不要来 你来是减分嘛 拜登很尴尬 现任总统老先生 被人家提着说 你到那边帮我去助选 我这边不要你 可是人家不太相信你会改变 那么更何况 所以你觉得贺锦丽跟拜登的切割 是切不清楚的 切不清楚 因为你就是 因为本来拜登退选 民主党内部本来也不都支持 不是都支持他吗 欧巴马也不喜欢他 佩洛西也不喜欢他 然后拜登就是 那我们就是支持贺锦丽 那很多竞选的人说 那算了 那就贺锦丽吧 所以你说这样的 他也没有准备好 如果你在讲他以前 刚当副总统的时候 你说他到边界去 处理一些移民的问题 他人都没有去 那时候人家就说 你根本就不会处理问题 你的团队 你没有城市 那时候因为你是副总统 也就没有在苛责你 可是现在你就要选总统了 这些事情全部被翻出来 你不行吗 好 所以现在就是说 如果今天真的败得这么惨 贺锦丽当然 拜登是退得太慢 但是贺锦丽一定会被认为 他是一个战犯 好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 川普已经赢了 我们必须要先强调这件事情 但是至少共和党 已经取得了参议院过半 这个是已经确定的 他成功的让西维基尼亚州 还有俄亥勒州 然后由民主党转为 共和党的参议院的议员 来当选 所以他已经掌握了 参议院过半的席次 在众议院的部分 他暂时领先以179席 领先民主党的147席 不过因为票还没有开完 尤其是有很多西岸的票 还没有开完 那西岸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所以我们现在 还不能做最后的定论 不过到目前为止 双方川普取得了 230张的选举人票 贺锦丽取得了 210张的选举人票 那么总共已经有 440张的选举人票开出来了 那整个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 总共是538张 所以还有98张还没有确定 但这98张里头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比如说像是阿拉斯加 夏威夷州 那都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些方向 或者是像加州 这是很肯定的方向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那六大关键州 现在变六大 因为北卡已经被归为川普的了 这六个关键州加起来 就有77张的选举人票 而川普在这 77张的选举人票 这六个州都是领先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川普赢的机率 从参议院的选举 到众议院的选举 再到他现在的得票数 他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相容 因为这一次是川普的 二次回归 那对于美国政坛的影响 就非常的大 因为在美国政坛 过去吵吵闹闹闹的一年 吵的都是川普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好人 结果没有想到 有超过一半的美国选民 可能认为他是好总统 你怎么看 川普当然不会是好人 但他也是一个人 我不敢这样讲 我只有说是不是好人 他所有的官司 不管在商业上面 或者在私人的操守上面 我想就算是支持他人 也不会说他是好人 可是他其实不是个好人 可是一些很保守派的力量 你甚至于像是福音教教派 美南教的教派 这些现在都坚定支持他 川普的行为 川普的所有的记录 没有一样是符合美南教会的 要求的标准的 可是美南教会坚定支持他 那他反映的就是说 他有比这种信仰更重要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支持川普的人 也不见得就支持川普 而是他们想要反对什么 他们想要改变改变什么 那总而言之就是 在没有川普以前的时候 找不到这种投射的对象 因为没有人会去摧毁这个体制 没有人会去挑战这个体制 可是想要对这个体制不满的人 太多了 太压抑了 那川普只是这种的 这种想要去摧毁 或者改变这个体制的那个力量 被召唤起来 所以我们常觉得 好像川普在改变了什么 但是他很可能是倒过来的 是美国的政治土壤里面 已经存在了很强大的 那种的反体制 对体制不耐反的力量 而川普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 好吧 这就是我们讲 其实许多的政治人物 都要过度把他英雄主义化 往往忽略的就是说 其实时事造英雄 英雄只是反映了时事 他不是创造时事事 他只是反映了那个时代而已 好 那现在 可是现在我请教你 如果不是川普 你觉得那一个时事 会被挖掘出来吗 对 就是找不到代表性 那川普的个性 川普其实不是一个好人 你甚至于从你刚才所有打交道 你从跟他交往过的人 甚至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他的同僚 他的幕僚 没有一个喜欢他的 没有一个 我不能说没有人太极端了 还勉勉强强 剩下一只手够的 他女婿还是支持你 就是勉勉强强 剩下一只手可以数得出来的人 包括他的家人 你看他的家人 真的写书在骂他的 他的家庭聚会 在白宫里面开得多黯淡 这个这都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就是越靠近他的人 可能越不信任他 越不喜欢他 甚至越敌视他 觉得这个人不符合你 一般对于人的标准的理解 可是他赢了 那这一次的胜选 当然 你先不要那么急 你的小林还是有机会 不会 他已经没机会 其实你大概 就是说我们只是 不然我习惯了会去看少数 就是民主党这次非常辛苦 但是民主党所遭遇到的 是一个崩溃性的打击 他不是一次选举的失败而已 因为对于川普来讲 川普他摧毁了很多的东西 共和党的建制派垮了 共和党的建制派是排队出来挺贺锦丽 垮了 这些建制派川普上来了之后 其实川普的当选跟共和党的胜选 几乎快没有关系 基本上面就是川普的胜选 我认为共和党要去蹭川普 大概都不太好意思 因为共和党的建制派 几乎都已经表态了 他过去的跟过他的那些的幕僚 在社会上面稍微有声望的 也大概都不好意思在这 说他们跟川普的关系 因为他们也都表态了 美国的稍微有知名度的 这个Selibity 这些精英这些知名人士 几乎全表态 你看到这两天的那种的焦虑 不管是欧普拉等等 每个人都表态 表态都是在川普的对立面 都是用非常焦虑的呼吁 大家绝对不能让川普当选 所以川普的胜选 对于美国的精英阶层的打击 信心跟情感的打击 是非常全面的 所以他不只冲击了共和党 让共和党的建政制派 全部被洗掉 他也摧毁了民主党 民主党我们一直讲过 从整个东欧集团瓦解 1991年之后 1992年柯林顿的胜选之后 你回头去看柯林顿八年 即使共和党一直在搞他 可是柯林顿是非常有自信的 柯林顿的招牌的口号就是 美国价值就是普普世价值 我所谓全球化就是美国化 可是川普当选了之后 我觉得这句话就被切断了 美国价值跟普世价值就脱钩了 所以柯林顿从当时所选择的那一条 要把美国价值变成全世界的普世价值 这一条路走了32年 现在可以戈然而止说 美国选民拒绝了 就美国选民拒绝了 好那当然以现在来看大会 就是票还没有选完 其实你 因为我随时在看我一些的 一些美国的一些的网站 他们的流化 一个很大的华人群 就是群组 连那个群组的名称 在五分钟前都已经改了 那个现在改的名字叫做完了 川普赢了 这个事就完了 就是 你有那么多民主党支持 这个群组里面有红脖子的 有蓝脖子的都有 但是蓝的多一点 我坦白讲华人你固然偶尔会 你还是碰到一些挺川普的华人 不过在华人的总量来讲 他相对是比较少数 可是你看他们连群组名称都已经改了 就是那种没有预期到 会败得这么的惨 所以其实许多的少数族裔 也是会焦虑的 选完了之后的那个焦虑感 一定会上来 因为川普上来了之后 他的第二任期 他已经没有下一任了 没有下一任的情况之下 这四年他要怎么搞 你就不可预测了 他上了次的时候他还想连任 所以许多的作为上面来讲 你可以想见他还是想八年 可是这次他没有 他只想四年 这四年他会怎么做 我认为大家都是挫了蛋 好 当然未来四年怎么做 还要看国会跟他的配合程度 那么在总统大选这个部分 纽约时报的最新的评论 认为川普应该会拿到 296张选举人票 那296张距离270张 多了26张 所以我想从纽约时报 因为他一向挺民主党 是民主党非常重要的支持媒体 在这一次有这么多的媒体 不愿意表态支持 任何候选人的情况之下 纽约时报还是坚定的 支持了贺锦丽 他不是挺民主党 他就是民主党 对 他就等于民主党 他就是民主党 所以当纽约时报 做这样的预测 大家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在场认为川普赢定了 那么我们现在先用99%好了 在搞金融的人 是绝对不会用100%这件事情 来看待问题的 但是我们讲说 川普他到底能够 让他这一条路走多远 其实国会的配合度是非常高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来看 参众两院的改选 在这一次 参议院跟众议院 是改选的幅度不一样 参议院改选三分之一 那这个本来在改选的幅度上面 对共和党就是有利的 因为共和党只改选了11席 然后民主党改选的席次是比较多的 那到目前为止 共和党已经取得了51席 过半就是51席 所以它已经过半了 那么民主党的部分 是取得了42席 所以现在大概只差了几席而已了 就是还没有完全开出来 那共和党可能拿的不止51席 所以这个是在参议院的部分 而在众议院的部分 原本的预测都认为 那么就算是民主党无法入主白宫 但是在众议院的部分 是很有机会取得过半的 这一个席次的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只能说到目前为止 那么共和党还是以179席 领先民主党的148席 好 我这边要请教一下李宗的部分 是就这一个参议院 到目前改选的状态来看的话 如果真的是红朝 川普拿下了白宫 拿下了参议院 拿下了众议院 这一次的红朝 跟他第一次当上总统的红朝 是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次他当上总统的时候 那是传统的共和党加川普 这一次刚刚向龙说 那一些共和党的精英 应该都不好意思去蹭川普了 所以他的国会选举的结果 就是川普的结果 所以那个川普的意志表达 就会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了 确实 其实刚刚向龙也想到了 川普的第一任跟现在 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尤其是他没有连任的压力了 所以在他想要推动的事情上面 他可能可以施加更大的压力 当然了 应该按照美国宪法 事实上第一章讲的是立法权 所以国会其实如果愿意团结 来跟川普进行一些制衡 不要说制衡 至少勇于向川普说No 共和党如果还有这样的道德勇气的话 事实上他还是有反制的效果 问题就是出在 川普过去这一段时间 跟共和党这些国会议员之间的互动 我们看见的好像比较像是 国会议员巴着川普 或者是跟川普贴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川普话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担心 那既然讲到川普话 我们尤其在台湾 可能会更加的去关注的是 到底川普会推动哪些的法案 竞选过程当中讲到的晶片法案 他们不喜欢 他会不会reveal 他会不会把它撤销掉 还有接下来的包括所谓的 对外的科技战贸易战 甚至乌俄战争 他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号 这些都是美国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在跟未来川普合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向全世界传递的一个新的 所谓的新的美国 美国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 是比较自私的 所谓的孤立主义式的 还是川普真的会展现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然后如果说我们说99% 假设是这样说川普当选 然后国会真的有影响力的话 事实上全世界也都很紧张 就是因为美国的共和党 在川普的带领之下 发挥的影响力 这个是跟传统的共和党 循规蹈矩的该做什么做什么 会有一点不同 我们可能还要再仔细去看说 川普派 川普帮的国会议员里面 到底选上多少席次 就在共和党里头的占比是多少 没错 选上多少席次 然后再来看说他们的 怎么在国会当中运作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 就是说现在的美国 接下来这四年的美国 如果真的按照现在的情况 来发展的话 我想不只是台湾 其实全世界都可能要非常小心 川普带来的一些政策上面的改变 尤其是美国角色上的改变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过去 其实川普在2016年当选 跟2020年拜登当选 其实跟国会之间的关系 都曾经出现过 红朝 蓝朝或者是分裂的状态 比如说川普第一任的 川普在2017年到2021年这一段期间 他的前面两年 他其实是掌握了参议院跟众议院 当时他要推 在国内的减缩议题的时候 就非常的顺利 但是呢 谈一些国际议题的时候 或者是预算的时候 还是卡关卡的蛮严重的 表示他跟传统的这个国会的关系 或者是共和党人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的好 到了最后的两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的众议院已经交给了民主党去掌控 那整个的影响 感觉上面他要再挥洒 就变得很困难 那么拜登的情况 也有一点类似 那么在他刚刚当选的时候呢 他掌握了参议院 然后呢 他没有掌握参议院 他掌握的是众议院 那参议院的部分呢 他还差两席 不过那时候呢 参议院他还可以找到 共和党的合作者 那么到了他后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 共和党所掌控的 这一个众议院 就对于拜登是非常不友善的 好 这个是过去的例子 但现在的国会结构 跟川普第一任的国会结构 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川普化的共和党 跟川普还没有寻话之前的共和党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请教一下雷倩 这件事情就会使得 整个美中台的关系 可能更取决于川普的个人意志 而不是由国会来完全主导 您的看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来就没有国会完全主导这件事情 一向在美国的制度里面 当然国会是代表人民 理论上来讲是有制衡的力量 但是这两个力量的重点 跟能够施行的时间不一样 我认为现在比较重要的是 在川普 我们把它讲 川普个人训化的共和党的背后 是个什么样的势力在后面 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次选举 川普的背后是许许多多的 大企业家 大财团 大科技的巨拨 甚至你刚才讲到 Ohio那个选举 也是有史以来 花钱最多的选举 所以那个一人一票 选举的那种公平合理性 其实是大量的被金钱所主宰 而且扭去了 两个总统候选人的阵营 估计花159亿美元 那是你看得到的 对吗 那如果你去看 譬如说Vance 他是谁来支持的呢 也是非常庞大的经济实力在支持的 所以说你今天看到的美国 当然有人会希望说 他能够回到他的公平 每个人有美国梦的那个时代 但是他其实非常明显的是 川普背后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 有一个是刚才香楼已经讲的 那种传统保守的力量 那个是价值 可是另外一个是 跟这个很等量器官的金钱 所以价值跟金钱的力量 在他背后都很重很重 那么他目前在作为台前的人 我们从他过去已经有的表现知道呢 他习惯就是用拳击的方式 One to punch 所以会预期 他不是说他当选的第二天 就可以解决战争 然后他可以解决 我相信他也觉得 他可以解决台海的问题 那台湾一向在他的想法里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棋子 这个棋子做越多的打扮 他就越值钱 所以我不认为说 他一开头会对我们有好或有不好 可是我认为 他会把台湾打扮成为一个 更值钱的棋子 让他在美中对抗中间呢 可以获得更大的 他所想要获得的利益 我放在引号里面 因为这种利益 有的时候是国家利益 有的时候是重建美国的价值 但是他到目前为止已经看起来 他是不去很大力的主导 说美国一定要主导全世界的这样一个人 看起来他的孤立主义的倾向 也相当的大 所以他可能看来就是短期的交换利益 就是我交换台湾这个越来越漂亮的棋子 能够换得对于美国的什么利益 而且我们从上一次可以看出来 他的武器主要是关税 他的选举中间也主要用的是关税 但是呢 拜登用的主要是各种的限制 关税跟限制这两个手段 限制的影响更深更远 所以如果要我选对手的话 我宁可去选一个关税的对手 比较好对付是不是 影响没有那么深远 好 如果用美中台的关系的话 我们看川普其实呢 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 其实我比如说川普真的对台湾不算友好 就是提到台湾的就是讲保护费 你的军费啊 你至少应该要拿到GDP的10% 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么或者是他提到说 这个你们的晶片 偷走了我们晶片的生意 这个是川普他心目中的台湾 这个是他对台湾的态度 另外一边呢 就三角关系当中就是北京 北京在这一次呢 你会发现他在美国选举当中 刻意地保持极大的沉默 就是我绝对不让任何人 看出来我的意象 就连他的学者 其实在对外发言的时候 也绝不让人家觉得 好像中国大陆有任何的偏好 刚刚雷倩用了一句话 台湾是棋子 因为川普没有那么喜欢台湾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观 如果台湾是棋子 要好好打扮的话 你觉得他会用什么方式 打扮什么呢 因为打扮有很多面向 可能让你的经济非常好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就很值钱 这是一种打扮 另外一种就是 让你的武装力量极大极大 然后这也是一种打扮的力量 那你觉得他的打扮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什么让中国大陆越不开心的 就是他越打扮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 只要能够卡住中国大陆 或者是在某种军事上面 做了某种表态的话 都会是川普在他一开头上任的 那一段时间 对于台湾放在引号里面的示好 好 所以刘老师你怎么看 如果川普当选再加上红草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 国会的目前为止的席次变化来看 共和党掌握参众两院的机会 大幅度上升 当然参议院已经过半了 但是众议院的部分的话 现在机会似乎也增加 如果是这种红草的话 对美洲台关系的牵动是如何 对 那么刚刚雷倩已经讲了大部分了 因为川普就比较容易去遂行 他的整个政策 那么你想川普我们的感觉 他就是交易型的人 什么东西就是交易 我们就谈判 那么你说他为台湾牺牲什么也没有 他就是他就让他交易 那么希望能够跟习近平建立一个 也许他对于强人或对于独裁者 他比较有好感 我觉得他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不 我先回过来讲一下下 因为刚才这个吕中讲了一点 我觉得很同意 这川普帮怎么去运作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过去在美国在众议院里面 选了国会议长的时候 有很多人他认为他是川粉 可是川普说你要投这个人 然后是不是我不支持这个人 所以他们讲说叫做 川普没有川普的川普榜 那个川普不是没有川普的川普 我们是川粉 但是我没有川普 我不见得都听着川普 也就是川普不见得都驾驭得了那些川普榜 那现在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他已经上来 川普这个人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跑来蹭他 也不敢公开反对他 所以因为不敢公开反对他 如果他能够更能够掌控川普帮的话 那么他当然政策就比较能够随行 起码一开始的时候 美国一些学者也讲过 说现在川普2.0比1.0危险 因为1.0的时候 不只是说他会选举再连任 就是那时候也不熟 现在他的人马已经都熟了 他要做什么老早准备好了 等他一上来各路人马各就各位 马上袖子卷起来就可以干了 就没有前面摸索的这段 那时候他就会比较直接 所以最后就总结到说 你看问的问题 如果到美中台的关系 他如果对台湾造了什么冲击 他也不必去 不必去怎么装了什么 他直接就可能对我们造成一些冲击 他没有说服国会议员的过程 对 他也不必告诉选民说我怎么样 他也没有摸索的过程 他把直接就开始做了 所以我们得准备到 他说明年1月2日就职以后 马上新的东西就可能端出来 中间可能没有缓冲期 这是我们要做的准备 好 所以我这边也很快地问一下李宗 因为李宗你其实跟国会议员关系都很好 那么就你现在目前所知道的 就你跟两边阵营也都很好 共和党这边如果川普当选了 他来处理这个整个西太平洋的 主要的人士会有哪一些人 对于北中台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因为我其实回来之前才刚刚邀请了一些 华府的智库人士到我们秋迟来开会 其实当时整体呈现的气氛就是 共和党的部分感觉是比较有机会的 然后当时大家就在讨论到底谁会在什么位置 基本上得到一个结论是 川普如果真的当选了会在短期之内 赶快地去评估 当然是老大来评估谁比较有忠诚度 所以忠诚度很重要 再来是谁的论述比较能够顺着 川普过去一直以来所相信的 什么是川普所相信的呢 讲得很不好听的是 川普其实真的不太在乎台湾 对川普来说台湾很小 川普喜欢玩大的交易 对川普来说他眼中看见的是俄罗斯 看见的是中国 台湾真的刚刚倩姐也讲得很重要 对他来说他想要的所谓的示好台湾 其实他都考虑的是 他的交易对象到底怎么看 这也是我们台湾会比较紧张的 那至于说谁来负责 其实台面上最近这一两个月 其实大家看外交政策相关的投书 你会发现像是O'Brien 像是Matt Pollinger 像是Albitch Colby这些人 其实都在分分投书 都在各自阐述自己的所谓的印太战略 有些比较强硬的强硬到 譬如说Matt Pollinger说Regime Change 强硬到O'Brien说 要台湾强化自己的国防 那当然也有像Albitch Colby 讲的是不能做到所谓的Regime Change 还是要跟中国大陆保持一定的关系 但是台湾必须要买很多很多的武器 各种的论述 基本上现在就在等在川普的面前 等于是向川普这个老大来强调 自己很有才干 所以短期之内我们看川普 如果真的确定当选之后 一定会去清点这些人 这些在他周边的人 然后选出一个他最能够让他满意的人 来负责所谓的美中台的关系 川普在第一任任期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是 台湾的问题事实上跟川普其实不是自己处理的 完全是交由他选的人来处理 这一点我们觉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台湾有一个错觉 觉得川普在第一任期好像很挺台湾 可是真正了解华福运作就知道 川普眼中其实没有考虑到台湾 川普的所谓的台湾政策 就是看他选出什么人 由这个负责的人来进行所谓的台湾的政策 可是我们会比较担心的是 目前我刚刚说到的这些人 在台面上这些人 他们的所谓的台湾政策 台湾议题 恐怕看见的都是在军事上面 台湾必须要配合美国的整体的战略 比较少或者是甚至是没有考虑到 台湾究竟我们的台湾的贸易 台湾的经济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帮助台湾 所谓的台美关系良好 他们看见的是 怎么样让台湾成为前哨战 怎么样让台湾在制衡中国的角色上面 是强硬的那个是一根针是一根字 而不是不要想所谓的什么IPEF 不要想说什么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这一点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那当然也是希望更多的 如果真的有在国会运作的话 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国会议员 也许台湾这边政府也要表达一些声音 否则我会觉得共和党这边目前听到的声音 都会比较是鹰派的 我们要变刺猬 所以台湾要多花钱 花更多的钱来变成刺猬 但是花了更多的钱变成刺猬之后 究竟是要让台湾真的有防卫能力 还是像雷倩说的专办好 可以跟北京做交易 所以这边请大家相容 你怎么去看在美中台关系当中 北京的反应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 川普不断地表达说他跟习近平很好 但是他对中国大陆其实态度是很强烈的 就是我要提高关税 因为他们都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机会 所以也有评论认为说 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最糟 因为现在的经济 才刚刚看到一点好转的迹象 如果说全面性的对于中国大陆 消亡美国的商品 和60%的高关税的话 他们说那中国大陆的经济 会影响非常的大 你的看法 川普上来之后 我想中美关系的变数是很多的 因为川普对于国际政治 他过去是不懂 甚至有的时候是不管 基本上面把它商业化 台湾如果是一个商品 你想就一个 就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他看台湾大概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台湾可以让川普觉得赚很多钱 他就不会把你卖 但是如果你觉得赚的钱不多 那我就把你包装了之后卖了 所以两岸关系就可能变成是一个 一个并购关系 就是我把你包装的漂亮一点 就像是很多的企业 买了一家公司包装的漂亮一点 把财报弄好看 就把你卖掉 那台湾 台湾的要输注于美国的话 输注于川普来讲 就是让川普知道说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 我可以帮你赚很多钱 那这个把台湾处理掉的欲望 可能就会低一点 我觉得永远不要低估了 就是说台湾对于川普的那种 因误会而结合 因了解也不分开的那种的认识 是无法分开吧 对这个你从上一次 2020年川普败选了之后 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为了川普败选 而上街去游行的 就很多人在街上哭 在游行 那个镜头你掉出来看 就是它仍然会存在的 就是那个对于川普一往情深的态度 在台湾的特殊的政治处境 跟那个宣传模式里面来讲 我认为它仍然有作用 今天当然最短线来讲 因为美国开始进入到一个大红灯笼 高高挂的时候 到处都是红灯笼 到处都是红灯笼 所以你看到即使在美国 美国现在是晚上 可是所有在资本市场里面的一片疯狂 就是基本上面 今天是美国夜未免的时候 你看到的比特币 比特币都是爆仓加码币 比特币突破一枚七万五 然后连那些 大家觉得那很垃圾的狗狗币 都可以涨涨30% 比特币涨一成 狗狗币是马斯克的代表地 对 OK 好那你也看到了像是Tesla等等 都大涨 然后川普媒体也大涨 就基本上面 他今天晚上是美国在开趴的时候 美国的期货盘现在都涨1%以上 是 就是一个大红灯笼 高高挂在开趴的时候 那这个气氛也在告诉你 就是说我们先不用去看太远 短时间之内川普一定有蜜月期 他第一任期的时候没有蜜月期 可他这个任期他一定有蜜月期 这个蜜月期就是他想怎么搞 美国的舆论是没有任何牵制力量的 因为民主党崩盘了嘛 30几年来除了2004年之外 你选到这样子就可以撑他崩盘 他连选民票都输掉 这个对民主党伤害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说参议院我们很早就知道 算一算也知道参议院 他一定会是失去多数的 众议院我也没有太乐观 虽然2022年的那次其中选举 让民主党稍微乐观了一点 本来认为会很差 但是后来没有太差 可是当你国会都没有的时候 总统如果失去选选举人票 我觉得那个伤害都还是小的 如果我选民票的那个盘面都还是够的 我还是有底气的 可是你连选民票都没有出来 叫不出票来 这个对于对民主党伤害是很大 民主党的现在台面上面的这些的精英 当然会洗掉的 可是下一波在哪里就不知道 这种的伤害对一个政党来讲 他不是四年就可以完全回来的 他可能需要八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民主党开始进入到了休整的阶段 1992年之后 民主党所代表的美国价值 最风光的那个30年 我认为在这场选举当中就结束了 结束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他留给美国的乘科弊病 这一次一次发作了 在过去基本上面那些病灶都是被压着 可是看到就是过去不投票的人出来了 虽然看起来很荒谬 就是一个明明很有钱操守又很烂的老头 在领导一些很贫困教育水准不高 中西部过去不投票的人把他当英雄 你怎么看都很诡异 川普是两群人 一群是那些所谓的企业界 科技业界 对于他要解禁 然后不设限有一些期待浪漫的人 包括像马斯克 我今天然后用个成语 就是中国的成语说 一马平川 马斯克跟川普结合的时候 你可以看这两个人 你可以看这两个人接下去怎么样恶搞 这两个人本来就是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然就进白宫 要不然就进监狱 这两个人就要选择最后他们进白宫了 那进白宫了之后 我觉得接下去可以看的戏就很多了 所以眼前台湾关注两岸关关 这也是为什么从9月25号 东风31A机导弹试射了之后 俄罗斯射射导弹 朝鲜射导弹 射导弹不会没有原因 基本上面都是自我安慰 要告诉你就是说 我是有家伙的 那不要对我太不礼貌 大家其实都在为川普上来做准备 好 那么最需要为川普上来做准备的 可能是责任司机 不过我们现在很快的 让大家看一下摇摆州的 目前的状况 那么现在滨州呢 其实已经开出来了90%的选票 然后你看到川普是领先 而且领先了两个百分点以上 密西根州当然他开票的数比较少 大概开了59%的选票 但是川普也是领先的 而且领先的幅度是更大 领先了6.3个百分点 这领先幅度相当大 那么到了威斯康辛州呢 那么目前开出84%的选票 川普也是领先领先4.2个百分点 所以蓝墙三州 川普都领先 而且在民调当中呢 认为贺锦丽还有机会赢的 威斯康辛跟密西根 现在跟川普的差距反而是比较大的 所以那因为滨州已经开了 将近9成的选票 已经开了90%了 所以川普领先这个 现在已经是4个百分点了耶 墙就已经倒了 还蓝墙 墙都倒了 整片都倒了 好 墙倒众人推 接下来 你现在可以感受到 他一股气氛 没有气氛 因为蓝墙三州 如果贺锦丽没有办法全拿下 他就已经读民俗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比较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 那么参议院的部分 51席对42席到目前为止 那么共和党已经过半 众议院的部分 183席对154席 共和党也是领先的 好 这个对于国际局势来讲 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我们很快的知道 就乌克兰的部分 今天唐强楼开玩笑说 泽仁斯基是最悲伤的一天 那么对于乌克兰的情势影响很大 但是从乌克兰到台湾 美国大学对于全世界都会产生影响 那么巴勒斯坦人 其实对他们来讲不管是川普和贺锦丽 他们说没有差别 一边是魔鬼 一边是撒旦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金正恩希望是谁当选呢 还有菲律宾又希望是谁当选呢 他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这边很快请教一下翁宇宗 其实确实 如果川普确定当选的话 首先泽仁斯基一定会非常头痛 因为川普一开始就说过 他上台之后 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 事情就会解决 所以我们当然要静观其变 但是看起来他的解决方式 不会是乌克兰想要的解决方式 对于以色列 坦白说整个中东的局势 也会朝向完全力挺以色列 因为川普都说了 do whatever you have to do 所以基本上以色列的部分 可能会得到一些振奋 但是中东的周边国家 恐怕不会觉得稳定即将到来 再来所谓的北韩 还有所谓的整个印太战略 所有的国家面对川普 都必须要重新调整思维 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一个 刚刚湘文哥讲过的 他并不是一个了解国际政治的人 他是凭感觉在做事的 今天如果你愿意归顺于我 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话 听我的方式来解决 我就有可能跟你一起来合作 北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当时是撕破脸了 可是以川普的商人性格 交易性格 再次的重启这种谈判 再跟金正恩握手拥抱 也是有可能的 那菲律宾之前跟拜登走得非常近 面对川普 菲律宾恐怕也要重新思考 现在面对川普 是要朝贡更多 是要配合美国更多 还是应该要重新想的 回到原来的所谓的美中之间 回到中间的这种 balancing的这种政策 所以我们必须说 川普如果确定上台的话 整个国际局是会进入到一个重新 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重新思考 我们要强调的是 包括台湾也要重新思考 如果还是一直想着 不论如何就要紧贴着 恐怕贴都不一定贴得上 好 我觉得呢 这一次选完了之后 全世界美国的盟友 会排痛苦指数 第一名是乌克兰 泽伦斯基 第二名 我认为是韩国 他可能是其次痛苦的 那第三名呢 很可能是菲律宾 第四名很可能是日本 当然台湾在这里面 会排到哪里去呢 我想应该也很前面 所以雷倩 怎么样看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在选前一天 还刻意地访问了 欧盟的外交官 那当然他不具名 他说其实不管谁当选 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都需要重新调整 因为一个不确定的美国 已经出现了 对 因为你也知道 在选举的前期呢 川普对于拜登的国际政策 是有很多抨击的 所以我们至少很确定的是 他当选了之后 他会重新检讨 在过去四年 民主党所主导的 这种结盟的各种关系 并且他在第一次 川普1.0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他完全不在乎 他可以随时退群 所以很多现在 正在进行的事情 他也可能去做全盘的修正 因此未来会有 几个月的时间 是大家在市局上面 会有重大改变的时间 这个恐怕是非常确定 好 所以刘老师 你怎么看 尤其他对亚太的 这个整个的局势 产生的影响冲击 其实在我们附近 每一个国家 恐怕会重新思考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是一点不错 刚刚前面也讲到 你说像北韩 北韩当然是 金正恩当然希望说 川普当然有可能改变 还是跟他 那你想想日本 日本的日本跟美国 美国现在不确定 日本也不确定 美国跟日本都面对不确定性 大家都可能在调整 菲律宾的调整 稍微难一点点 刚刚吕中讲 菲律宾可能在调整 但是因为菲律宾的清中 或者反中 其实牵涉到 它内部两大家族 杜特地家族 跟这个马克思家族 两个家族的内斗 它也限制他调整的一些弹性 但是不管怎么样 面对新的美国 所有东西 有限顺序都必须重拍了 好 所以湘龙 我最后让你知道一下 到目前为止 七个摇摆州 那么媒体已经将 北卡罗纳州 又归给了川普了 所以北卡加乔治亚 已经都是川普 乔治亚已经归给川普了 所以北卡跟乔治亚 现在都是川普 剩下的五个州 到目前为止 内华达州 我刚刚开出20%的票 川普领先的幅度 也是蛮大的 这不用看 所以他有可能 七个州全拿 他七个州全拿 那天赖月先生在讲的时候 我都还觉得可能吗 但真的可能 其实我们回去看 美国过去所有 开完票之后的 开票的结果 跟我们在开票前的时候 讨论民调讨论得很高兴 你会发现 他跟民调之间差距 一直都很大 我这边先说一下 这一家公司 他们的民调到这一次是准的 他在选前 前一天公布 说川普在七个州全部领先 这一次他又跟2016年 2020年一样 他是准的 对 如果说按照 比如说538网站 他们都是用平均值去看 如果用平均值的话 那个差距大概都会有 4到6个百分点 这次也一样 所以对于最后开票的结果 大家不要太意外 不过毕竟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讲 大家关注的就是说 川普上来了之后的国际政治结构 跟拜登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跟川普一点点都不一样 这当然对于国际社会来讲 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因为美国也从来没有过 4年4年就换一个 而且换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完全不一样的党 就是美国政治的极端化 会使得大家没有办法适应 那种的三温暖的 在那种十几度的冷水池 跟温水池那边跳来跳去 没有人瘦瘦得了 心脏不好的都已经走了 好所以 但是你现在面对到的国际政治 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 其实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只能够决定 就是说 那我就离这个政治三温暖远一点 唯一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 在国际社会里面 不需要做改变的大概就剩下两个 一个是以色列 还有一个恭喜阿根廷的米莱 阿根廷的米莱都不用变 他们真的就变成流浪三中帝 就是你可以想象他跟川普 他到美国 他其实他没有先去看拜登 他是先去看川普的 即使川普那个时候的民调声望 都还不见得怎么样 他都可以先去看看看川普 所以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 其他大概都会遇到一些 调试上的困难 不管是美国的朋友 或者是美国的敌人 在拜登民主党下去 因为民主党严格讲 不是只有拜登 而是民进党掌控 美国政治的主key 以及美国掌控 国际政治的主key 已经30多年了 所以那个是一个 大的翻转讯号 所以美国过去的 这些的盟友关系 G7以后还要不要开 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反正开会都吵架 那G20 IPAC以前的川普 就不来IPAC的 今年我估计 大概也还是端个架子 来看看有多少人 因为捧他场 今年他还没办法 要等到明年才能够 明年 就是类似这种的 国际组织 甚至于像是AUKUS 这个还能继续走得下去 都未必 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可以先跟着拜登走 走得非常亲近的 一个是乌克兰 还有一个是菲律宾 这两个大概都会遭遇到难度 我唯一觉得 今天早上看到这个开票结果的时候 我替一个人可惜 那个叫吴中达 他如果再撑个几天 可能就没事了 但是战争就很残酷 好了 这个就希望他能够安息 因为如果就算是川普上任的话 可能也要等到明年一月了 好的 那么因为这整个的开票结果 我们最后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因为现在媒体已经将 这一个乔治亚归给川普 那再加上其他的这个得票 他现在已经是247张选举人票 贺锦丽是210张选举人票 那么在普选的票数当中 川普还是领先的 不过因为加州本来其实就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到目前为止加州只开了44% 所以加上去也许不会有那么悬殊的一个差距 不过因为到目前为止 在这个关键州当中 两个州已经归给了川普 剩下的五个州 川普都是领先的 而且其中几个州领先的幅度还蛮大的 所以一般认为川普这一次 应该99%以上都会当选了 那么参议院的部分 目前是51席对42席 共和党已经过半了 那么众议院的部分是184席对155席 过半的席次是218席 所以共和党距离那一个过半 其实只差了34席 是非常近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红潮的话 对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 很高兴在这一个小时 有三位好朋友一起来陪伴我们 然后来为大家解析 最新的美国选举的结果 谢谢大家收看 Yahoo TV的2024美国大选 开票特别节目 但是不要忘了礼拜五 礼拜五 有风向龙泼 是的 我们礼拜五就要见了 拜拜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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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 Yahoo Hoo Yahoo